白影才是說 這不是你的 這是我們的 然後他就說一句話 是這樣子嗎 就被拿走了 他說你看 他從來到尾 他沒有做 因為你要知道 第一層已經很難了 如果今天不是你的事情 突然推到你身上去 要你去擔那個責任 很多人是沒有那種 扛責任的肩膀的 出家人慈悲為懷 因為你要知道 寺院裡面突然出現一個嬰兒 然後又說是你的 這個對他來講 會有生育的問題 如果那是有FBA的話 更可怕對不對 這不是都是在那邊 網路瘋傳嗎 那個壓力多大 不講話 就是是這樣嗎 等到 如果你做了這樣事情 已經很了不起了 等到你做完以後 他又跟你說 這不是你的 要把他拿走以後 你會不會那個 會抓狂啊 一般人都會瘋掉 這是我為你付出這麼多 你都不考慮還這麼多 你看 但是他從頭到尾就是這樣嗎 因為因緣來來去去 你真的心如如不動 跟本體在一起的時候 這件事情都扯不上你 很了不起的 我想這些故事都是真實的 有紀錄在案的 跟大家分享 修行的確不容易 可是我覺得好像也沒有別的路可以走 就是說生命本真本的真實 其實它不會 我覺得需要的是一種體驗跟感動 如果有了你就會升起悼心 你會有信心 我想我們都是在路上 我今天也是來回答這個 講題的人 只是說我過去有一些體會跟經驗 就跟大家做分享 希望對大家多少能夠有一點幫助 如果有什麼意見指教 我相信將來都還有機會了 歡迎大家不吝指教 感謝大家 謝謝 好 感謝蔡昌雄教授為我們講授 我們下集中華印金協會 我們下集中華印金協會 銀行帳號 銀行代號土地銀行005 帳號012-001-194-788 012-001-194-788 護持印證經書 佛書經番結緣品 接下來請收看 《波羅講座》 《波羅講座》 五月六、六八、六夜、二十、三百、八、六年來 我們下集中華 warp 我是有 독飛 lí, 就是曾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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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得至高无伤的幸福 也就是说天下所有的众生能够得到绝对的幸福 这个就是大乘佛教徒的最终极的目标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学佛 如果我们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 都要活得绝对的幸福的话 那就是要让一切众生成佛 成了佛以后才会有绝对的幸福 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当中的所谓的幸福 它是一个相对的短暂的这样子的幸福 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当中 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一个绝对的幸福 没有一个永久的幸福 所有的这个幸福都是短暂的 这个都是这个相对的 所以如果要有绝对的幸福 那就必须要成佛 因为没有成佛之前 我们的内心当中的这些谈 称 耻 等各种各样的烦恼 这些烦恼没有消除 那么这些烦恼没有消除呢 没有消除的话 那就是我们的内心 始终就是感觉不到自由 感觉不到自由 我们有些时候 不想生气的时候也生气 不想那么枯燥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想自己的心平静一下 安静一下 但是没有办法安静 就是一直都是很浮躁 很痛哭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心还没有获得自由 就是这个原因 那什么时候我们的心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呢 就是成佛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是获得了最终极的自由 最终极的自由 也就是最终极的幸福 所以我们让天下所有 我们如果想让天下所有的众生都要幸福的话 那就是要让他们成佛 这个就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 那么我们怎么样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呢 首先 我自己要成佛 首先是我们自己要成佛 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成佛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成佛 什么叫做成佛 我们也不知道 怎样成佛 更不知道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不可能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成佛 能够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 那我们如果要向天下所有众生成佛的话 首先要我自己成佛 那我为了我自己先成佛 今天我们学习 学习好了以后 修心最后就会成佛 这样子的 这叫做菩提心 这个就叫做菩提心 这菩提心不仅是我们今天的听课 以后我们比如说少乡拜佛也好 或者是我们秀桥普鲁这样子的事情也好 或者是做慈善做义工这样子的也好 或者是在自己的家里大作 听闻佛法这样子也好 都不能离开菩提心 不能离开菩提心 所有的修心都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础上 这样子才叫做大乘佛教 这样子 这叫做菩提心 然后我们讲今天的这个课 今天我们准备讲什么呢 讲三个差别 其实这个三个差别十多年前已经讲过了 灰灯之光里面也有三个差别 但是我们很多人对很多人来说 尤其是我们刚刚进入佛门的人来说 这个三个差别是特别的重要 为什么特别重要呢 比如说我们要去一个 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的话 那么首先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到达目的地的这个鲁弦 这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不懂得不知道怎么样揍这个鲁弦 我们不了解的话 那就是我们以后一定会揍错路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 那我们刚刚学佛的人 很多都是刚刚学佛的 那么刚刚学佛的人 刚刚进入佛门的时候 我们的选择是特别的重要 学佛也有从这个学佛也有 里面有很多像大乘佛教小乘佛教 先宗密宗 虽然他们最终极的目标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我们怎么样学 学什么样的佛特别的重要 我们的学佛的道路上 就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叫做法心 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讲 这叫做法心 实际上就是学习 修心的动机特别的重要 动机特别的重要 那么这个动机跟目标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今天学佛的目标是什么 修心的目标是什么 这个特别重要 所以这个目标有三种不同的目标 我想我们给今天绝大多数的人 都是刚刚学佛的人 刚刚进入佛门的人 我想了解一下这三个差别 特别的重要 那我们目前 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修心 学佛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过去很多人 我们都认为只要有钱就会幸福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物质条件 那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我可以过一个很幸福的人生 过去我们的想法都是这样子 至少绝大多数的人的想法都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今天大多数的人知道 实际上不是这样子 即使是有了很多物质的财富 但是人幸福和不幸福 这还是不一定的 即使是有了庞大的物质财富 也不一定能够幸福 有了丰富的物质的生活 这样子的话生活的水平提高了 但是幸福和不幸福 跟生活的水平没有太大的关系 只有10%的关系 嘴多就是15% 10%和15%之间的关系 那么除了这个意外 90%和85%跟我们的生活的水平是没有关系的 那跟什么有关系呢 这是有跟我们的内在的精神的 对生活的态度有关系 这个是有数据的 这个是有数据的 这个不是随便说 这是有数据的 所以我们不说下意识 或者是成佛这些比较遥远的目标 或者是比较崇高的目标 我们就说年轻的现实生活来说 大家也感觉到了仅仅是物质 还有很多不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人感觉到了除了物质的生活以外 我们还需要另外的一种生活 那是什么呢 这就是这个叫做精神生活 因为我们人是物质和精神的总和体 人它不是一个物质 如果人是物质 那么跟机器没有什么差别 人就是机器 没有什么差别 如果物质 如果人是灵魂 没有这个肉体这样子的话 那么人就跟中阴的灵魂 中阴就是人死了以后的 这个还没有投身的过渡 叫做中阴 那个时候的状态是没有区别了 所以人它不仅仅是一个物质 它也不仅仅是一个精神 它是物质和精神的一个组合的 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组合体 所以它的生活也有两个领域 一个是物质生活的领域 另外一个就是精神生活的领域 那么我们过去 大家都比较忠实的是什么呢 就是物质生活 这是物质生活这一块 就是为了物质生活的提高 为了物质生活的水平的提高 大家付出了很多 最终就是稍稍提高了 但是我们就这么长时间当中 大家都忽略了精神生活 所以我们的精神的领域当中 精神生活的领域当中的问题 就是越来越多的问题 然后这些问题 精神上的这些问题 然后就困扰很多人 然后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很大的影响 所以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 就感觉到了 人不仅仅是物质生活 还需要一个精神生活 那么精神生活当中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 精神生活当中最关键的一个是信仰 精神生活当中除了信仰以外 也可以有其他的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 在这个精神生活当中最关键的是什么 就是信仰是最关键的 我们从这一生 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讲的话 学佛 修行 信仰 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非常重要的 我们刚才提到过 就是生活幸福和不幸福的不是生活它本身 它不是它本身来决定这个问题 而是我们对生活的态度来决定我们幸福和不幸福 那么这个态度 我们对这个生活的态度 就是如果以我们过去的这种想法 就是坦诚持 坦诚持 遗满 或者是自私自离 这种心态来对待生活的话 那么就是感觉不到幸福 很多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精神上很空虚 每一个人精神都是很浮躁 都是很浮躁的 很空虚的 在这个时候五指不能解决的问题 大家都感觉到很多的 这时候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就是修行在精神上的一种修炼 精神上的一种训练 锻炼 这个特别的重要 那精神上的锻炼是什么 精神上的锻炼 自古以来有很多精神上的锻炼 很多的心理学也在讲哲学 也在讲其他的宗教也提供一些心灵的训练的方式 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佛教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佛教的训练的方式 佛教的这种训练的方式 它是极有 极符合实实 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它如果我们能够透露的话 在短期之内 它一定能够解决很多很多的我们的精神上的问题 无知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些问题 所以佛教的这种修炼的方法 它完全可以解决 所以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讲也是特别的重要 然后从解脱 从佛法的角度来讲 那就修心 学佛是更重要的 佛教教我们学修心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的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 第一个功课就是叫做人生难得 人生难得 藏传佛教的所有的教派都是一样的 像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 慈提光论 尼玛巴或者嘎举巴也好 这些藏传佛教的这些教派 所有的这些教派都是一样的 它的最基础的课程当中的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人生难得 人生难得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发现 发掘自己的生命的价值 人生的价值 人生的价值 我们平时很多时候就是稍稍遇到一些 这个社会上的不公平的待遇 或者是就是收到了一点点打击的时候 就懂不懂很多人就说这个活得没有意义 很多人就会说没有受到打击的时候 很多人也就说自己活得没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要生存呢 这个生存的目标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很多人都是很迷茫 很多人都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呢 这个我们刚刚讲 国取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理总是有一个希望 有一个希望 有一个追求 这个追求是什么呢 就是金钱 大家都贫穷的时候 每一个人的追求是钱 金钱 财富 物质财富 因为这个时候很多人觉得有了物质财富就会幸福的 所以我们的唯一的追求就是这个 总是有一个目标 但是后来就是很多人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 直到这个文保的问题 生活的基本的需求解决了以后 这个梦 这个梦乡 这个梦就结束了 不再做梦了 为什么呢 以前的梦就是什么呢 只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发财 发了财以后 这个梦就是圆满了 这样子以后 从此以后就是没有梦想 没有梦想的时候 人就是活得很小极 很小极 对人生没有积极的态度 很小极 很悲观 很多人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 这些问题就出现了 所以这个第一堂课 藏传佛教里面的第一堂课 就叫做人生难得 然后让我们 让我们明白 这个人的生命 人的生命 除了赚钱 除了这个积累累积很多很多的物质的财富以外 还有很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去做 人的这种生命的生存的价值 不仅仅是赚钱 不仅仅是追求物质的财富 而且还有一个更好的目标 更崇高的目标 然后让我们知道 我的这个生命 人生 原来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原来我这个人生 除了赚钱 除了物质财富以外 还可以追求很多很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让我们感觉到这一点 这叫做人生难得 所以我们要懂得自己的生命的价值 这样子以后我们才能够才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 珍惜这一切 珍惜这个人间的人世间的一切 我们今天大家都有一个 第一个是投身到人世界 投身到这个人间 然后不但是投身到人间 而且有机会接受佛陀的教育 释迦牟尼佛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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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搞端的一个这样子的搞灯教育 它是一个炒基的一个这样子的搞灯教育 我们世俗的这些学科当中 也有很多搞灯的教育 但是佛陀的这个教育 它是一个炒基的搞灯教育 那我们不但是有做人的机会 而且有接受佛陀的教育的这样子的机会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这个非常难得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懂得自己的生命的价值 除了赚钱以外 我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我的生命的价值不仅仅是追求物质财富 而且还有比物质财富更重要的 更崇高的很多事情我可以去做 很多事情我可以去追求 这样子以后 然后我们就懂得去做什么 去跟积极相赏 这是非常的重要 那积极相赏的时候 我们要去追求什么呢 然后这个问题就实际到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课程的内容 首先我们要讲这个三个差别 就是当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目标 就是除了赚钱 除了这个物质财富以外 还有我们开始有一个另外的一个目标的时候 然后这个目标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 应该有一个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这个三个差别 三个差别 这时候我们需要三个差别 当我们的目标 当我们的目标还没有超过这个物质的财富 当我们的人生的目标 生存的目标还没有超过这个名利 这样子的时候 这三个目标对我们来说 似乎不是很重要的 不是很重要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追求 我们的目标就是在物质财富上 其他的我们觉得都是不重要的事 就是在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对这个生命 或者是我们对这个实节的人质不够神 我们了解的不多 我们对这个人生 对人生 对这个实节的了解的不够神 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 我们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许不怎么忠实 这三个差别 但是我们的思维 有了进步 或者是就成熟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成熟了以后 然后我们开始去思考 出了千意外的一个事情 出了金钱意外的另外的人生的目标 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了 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今天我们要讲的三个差别 这三个差别 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差别 所以实节 实践和触世间的差别 这个意思 实践 首先我们讲实践和触世间 这是一个佛教的一个词汇 佛教的一个书语 那么实践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人实践 除了人实践以外 从来佛教还讲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叫做时间 时间 时间不是过去未来的时间 时间就是人实践 红称 佛教里面用红称这两个字 来形容六道轮回 时间 时间 红称 轮回 六道轮回 这都是基本上都是一个意思 时间就是六道轮回 也是我们的人的现实生活 是其中的一部分 其中一部分 从地狱到天界的所有生命的层次 那不同层次的生命都叫做时间 这叫做时间 这是人世界 而且他们都没有超过宇宙世界这个范围当中 他们一直都是在轮回当中循环 一直都循环了 总是出不去 永远都在轮回当中循环 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有福宝 心闪的时候 就会投生到天界 然后造罪的时候 比如说傻 倒 硬 亡 这样子造了罪业的时候 会躲地狱 在地狱里面 长时间的痛苦 最后他还是会出来的 出来了以后 有可能投生到人或者是天人 这样子 然后在人和天人 在这个地方有去造罪 杀到阴亡 然后又堕落到饿鬼岛 或者是旁生 出生岛 最后就是地狱岛 这样子在六道轮回当中的循环徘徊 这叫做时间 这个就叫做时间 然后处时间是什么呢 处时间就是解脱 这是佛教里面讲的解脱 他超越了六道轮回 超越了六道轮回 超越的意思是什么呢 超越的意思 超越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离开了六道轮回 就是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 没有六道轮回的地方 它不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们今天学佛 成佛的话 成佛以后我们是不是就离开了这个地球 或者离开这个宇宙太阳席 然后是不是就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呢 其实不是这样子 成佛以后还会来到这个世界 还会到这个世界 所以佛教有两个非常经典的两句话 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佛教要超越轮回 第二个就是不脱离轮回 不脱离轮回 超越轮回 是我们 比如说我们现在 今天我们是有机会做人 然后比如说东吴 东吴他是没有机会做人 我们有机会做人 东吴没有机会做人 牛 妈等等 他们没有机会做人 那是为什么呢 这个是资源的吗 它不是资源 如果有这个选择 有这个机会的话 他们也不会选择 他们也不会选去捉牛 捉马 捉动物 那是为什么呢 这是没有自由 那么没有自由 为什么是这样子 为什么没有自由呢 在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推动离 让我们就走到这个人世界 让这些动物呢 就是走到了另外一岛 然后呢 让这些地狱的众生呢 让他们走到这个地狱当中 那么这个推动离 这母后的操作者到底是谁 然后像基督教等等 我们母亲的这个全世界的这个 几个大的这个宗教当中啊 多数的这个宗教都觉得这个是上帝 上帝也就是有一个 有这么一个一个万能的神 他在操作 但是那佛教他自古一来 就是永远都不承认有这样子的神的存在 他不承认有这样子的神的存在 他认为我们今天的心福 或者是痛苦啊 这一切这一切啊 跟任何的这个鬼啊 没有关系啊 跟任何的神也没有关系啊 那么跟谁有关系呢 跟我们自己有关系 跟我们自己有关系 所以这个背后的这个推动离 佛教就认为这个是什么 这个不是鬼也不是神 这是一种自然的规律 这是一种自然的法则 自然的规律 这个自然的规律叫做因果 这叫做因果 比如说我们常 大家都知道的 我们啊 大家都是一个 是一个口头场 是什么呢 就是中瓜得瓜 中都得斗 这也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中瓜为什么得瓜 中斗 为什么这个不得瓜呢 那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这里面有一个啊 有一种自然的法则啊 那这个 因为这个世界啊 我们能看见的世界啊 不能看见的世界 所有的世界就在一个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庞大的这个 这个因果的网络啊 当中循环啊 这个因果的网络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啊 佛教就讲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这个推动力它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啊 如果我们造罪 那么我们会夺地狱的 这也是自然的规律啊 如果我们行善就会啊 这个解脱的 那么这个也是自然的规律 因为有这个因啊 就会有这个果啊 没有这个因 永远也得不到这个果 这一切都叫做自然啊 自然的规律 那这个叫做这个流道啊 叫做时间啊 我们平时讲忍时间啊 但是从佛教的观点讲不仅是忍时间啊 而且还有这个啊 除了忍时间以外 还有其他的生命 其他的生命我们的 用我们的感官啊 用我们的视觉来看啊 我们能够看得见的 就人和动物啊 人和动物 其他的生命 我们基本上看不见的 看不见 但是呢 在这个宇宙 在这个宇宙间 除了人和动物以外呢 还有其他的生命的存在 其他生命的存在 那么这些生命呢 就在佛教里面呢 分六个不同的这个级别 生命的级别 有些佛教里面呢 讲五个不同的级别 其实这都是一样 五个六个都是一个意思啊 没有什么区别 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这叫做六道轮回啊 那么六道轮回叫做时间啊 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时间啊 是六道轮回 那么这些六道轮回啊 六道轮回的生命 在哪里呢 我们很多人也会问啊 很多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心里 会有这样子的疑问啊 那么我们人我们能看得见 动物我们能看得见 动物我们能看得见 那我们除了人和动物以外的 在哪里呢 嗯 地狱在哪里呢 有些佛经啊 有些佛经 佛经里面讲 嗯 地狱在 在什么地方呢 在印度啊 在印度的菩提加耶 大家都知道的 印度金刚座的下面啊 此地狱 有些佛经里面是怎么讲的啊 但是呢 这个不是真正的佛的 他的本意啊 就是佛就是为了当时的某些人啊 容易理解啊 容易理解啊 佛就说地狱就在这下面 嗯 其实另外的佛经里面呢 有这个解释啊 另外的佛经里面 那另外的佛经怎么解释的呢 佛经里面讲 我们用我们人的啊 这个杆管来看这个世界啊 这个世界是人的世界啊 这叫做人间啊 人间啊 这里没有地狱啊 我们人到月球上去啊 不会看到这个什么天堂啊 天人啊 我们不会看到的啊 然后呢 我们人到这个宇宙的任何一个这个田蹄上去看 我们有可能发现啊 类似于人的啊 这样子的这个生命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生命 比如说动物啊之类的类似于这样子的生命 我们有可能发现 但是呢 这个佛教里面讲的啊 地狱啊 这些都是看不见的 这个为什么看不见呢 啊 啊 他的啊 这个这个地狱的终生和这个啊 啊 啊 恶贵的终生还有天解的终生啊 他们跟我们之间有业力的隔阂啊 什么叫做业力的隔阂呢 啊 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人啊 人的这个啊 因为我们过去的啊 这个造的业啊 啊 就是淫源 所以我们的这个啊 干关的结构就是现在这样子 以这个干关的结伦啊 啊 以这样子的干关来看这个世界 那么这个结伦啊 永远都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子 所以看不见鬼 看不见神啊 看不见地狱 但是呢 这个就不能说明啊 不能说明啊 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生命以外啊 不存在其他的生命啊 这个没有说福利的嗯 嗯 那么还有其他的生命存在 那么他们的 比如说一个地狱的啊 地狱的这个人的啊 时觉或者他的听觉啊 用他的干关来看这个时节的话 那么这个时间他不是人的世界 他看到的不是人世界 他看到的就是地狱的世界 嗯 实际上就是一个这样子 比如说多地狱呢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 就像我们睡着了 就是做了一个永久心的一个噩梦一样的 那地狱实际上就是一个这样子 实际上其实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 我们以为这个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世界 非常真实的世界 但是呢 这也是也是跟梦里面看到的是一样的 终有一天我们从这个梦里面心啊 心过来的啊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心过来 所以我们现在啊 没有资格啊 说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现实生活是啊 是乳环乳蒙啊 或者是虚幻的东西 这个我们没有资格去说 为什么呢 我们还没有心过来啊 我们只有资格可以说 昨天晚上我们做的梦啊 在梦里面看到的一切是啊 是虚幻的啊 我们有资格可以说这个 为什么呢 我们已经心过来了 我现在站在现实生活的角度去否定啊 梦里面所看到的是真实 梦里面所看到的这个这个啊 显像的真实性啊 这个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有这个资格呢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信过来的人 所以我有资格去啊 这个去啊 否定他的这个真实性啊 嗯 那总有一天我们从这个轮回当中啊 从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 我们也会心过来的啊 这个心过来叫什么呢 佛教用什么样的话来啊 呃呃呃 用什么样的词汇呢 他就这叫做敦悟啊 或者是凯悟啊 或者是正悟啊 正悟啊 正悟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做梦的时候突然间醒过来了啊 那就是我们现在也就是从这个现实生活的这个当中啊 突然间我们真正的彻底的了解了生命的奔执 世界的奔执以及一切的奔执的时候呢啊 这叫做真悟啊 那个时候我们与这种真悟的心态啊 真悟的智慧看这个世界和今天我们看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 嗯 这个完全是不一样啊 我们的嗯 这个 第六意识啊 第六意识是什么 第六意识是我们平时平时我们这样的意识啊 可以判断分析短定啊 这个外界的十五的好与怀的这种啊 意识叫做意识嗯 它也有一个逐渐逐渐的一个成熟的过程啊 有一个成熟的过程啊 这个很明显的啊 但是呢我们的啊 识觉 听觉 修觉 处觉 啊 这些也是 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成熟的过程 但是这个成熟的过程呢 它不是很明显啊 不是很明显 所以我们比较容易相信我们的这个识觉和这个听觉 其实它也是有一个成熟的过程 它会逐渐逐渐的 它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啊 对世界的这个了解 也会慢慢的会 会这个啊 越来越好的 越来越深奥的啊 但是这个我们没有修 没有修炼的时候呢 一般都感觉不到的 因为我们人生很短啊 这么几十年啊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嗯 没有办法发现它的太大的 太大的变化啊 实际上它也会变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的干官发生变化的时候 这个世界一定会变的啊 啊 这这这这 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当我们的这个啊 非常简单 当我们的这个干官啊 发生了变化的时候呢 我的世界就发生了变化了啊 发生了变化 其实非常的简单啊 也是很渺小啊 我们平时觉得 世界啊 就是一个浩瀚乌银的这个 这个宇宙等等 我们用这样子的字啊 词来形容 但是实际上就是啊 实际上就是啊 啊 自己的这个这个干官啊 发生了啊 这个我们的视觉和听觉 发生了变化的时候 这个世界实际上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啊 所以这个啊 这些叫做啊 这些这一切我们刚才讲的这一切叫做啊 时间啊 这叫做忍时间啊 恶归的道 恶归道或者是这个地狱道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啊 地狱它不在于什么 引渡金刚座的下面呢 或者是地球的下面呢 或者是某一个方向 它不是这样子的啊 这是我们今天我们的手颜看到的 就是这个三维的空间啊 没有地狱啊 没有恶归 没有 但是呢 除了三维的空间以外 还有空间啊 还有空间的存在 这个当中呢 有其他的生命的存在啊 大概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今天啊 很多的人都是刚刚的这个啊 刚刚开始学佛的人啊 所以呢 我们可能是对地狱啊 对什么恶归啊 都有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疑问 到底在哪里啊 因为我们现代人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凡事存在的东西 我们意味要看得见啊 就是我们看得见才相信 其实这个是最大的错误 为什么呢 我们看得见 根本就不能说明他的存在啊 他的存在 这个已经是佛啊 已经很早以前就这个说过了 我们人类的历史上 这人类共同就是就犯了很多很多这样子的错误 我的眼睛看到了才是真实啊 犯了很多这样子错误 什么样子错误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啊 这个从天文的角度讲啊 这个地心论啊 这个地心论啊 地心论啊 或者是这个地心锁 就是这个问题啊 我们从早上看到太阳啊 月亮啊 以及其他的所有的星星啊 从东边出来往西边螺啊 我们认为我们才是这个地球宇宙的中心啊 宇宙的中心啊 宇宙的中心 所有的其他的天体都在呃 就就围绕着我们啊 这是我们这就人类一呃 就是有史以来啊 这么几万年几千年的这个全全人类的这个想法啊 除了像释迦牟尼佛呀 除了这些佛菩萨呀 啊 他们看得见 但是呢 他们在这个时候也会保持沉默啊 为什么要保持沉默 这说了没人相信啊 说了没人相信 如果要让他们相信 那就是要费很大很大的力气啊 就像现在啊 这个像科技啊 这样子的就就可以证明啊 可以可以立即给我们看 这个原来不是这样子啊 这个也就是费了很长很长的 很多的功夫 以后才能够让大家看 这个也并没有那么容易啊 所以佛菩萨他知道他也保持沉默 或者是大家怎么说他就会怎么说 嗯 除了这个以外 所有人都觉得啊 我们才是宇宙的中心 嗯 那这个也是我们的眼睛看到的呀 啊 太阳从东边出来往西边裸 这个每一天都是这样子啊 月亮以及其他的这个星星都是这样 这不是我们看见的吗 啊 但是实际上不是这个是我们实觉的这个错误啊 这是我们人类的啊 共通的啊 这个错误 嗯 还有就是我们啊 站在这个地球上的一个最高的山 就像朱缝啊 朱姆喇嘛缝 站在我们这个山啊 这个山顶上看啊 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低平线啊 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当中的低平线啊 它永远都是平面的啊 平面的啊 我们永远都看不见这个是啊 原心的 它是一个平面的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 大家都认为啊 这个地球是平面的啊 就是人类就是几万年 几千年以来 大家都想法都是这样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实觉当中的这个低平线 就是平的啊 然后我们不知道这个之前面是什么 后面什么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看到中间这一戒啊 这一戒是平面的 然后我们说这个世界是平面的啊 这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实觉看到的的确是平面的啊 但是它不是平面的啊 那就是等等啊 我们以肉眼看到的其实不一定是真实的 但是呢 我们就认为只要我看到了才是真实的啊 这是错误 第二个啊 我们的这个感官啊 我们的这个感官没有看到的没有看到的啊 它不一定是不存在的啊 不一定不存在 但是呢 我们就是经常怀疑啊 没有看见的东西啊 但是怀疑是对的啊 可以怀疑啊 可以怀疑 但是呢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 我们没有看见就不能否定啊 它的存在啊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看到的是人世间 但是呢 除了我们看到的以外 还有其他的这个实际啊 这就是佛教将的这个六道轮回啊 六道轮回啊 那这个六道轮回呢 就叫做时间啊 时间啊 出时间就是这个嗯 然后触时间是什么呢 触时间是超越了这个六道轮回啊 超越了六道轮回啊 据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 有100个这个啊 患者 冰刃啊 当中有一个医生啊 一个医生啊 给其他人治病 那么这些人同样都是人啊 都是人 嗯 但是这个人 这个 这这这101 这一百个人啊 他们都是患者啊 都是病人 嗯 然后从啊 另外一个啊 就是医生啊 这个人 他虽然是人啊 但是跟他们不一样 他是一个健康的人啊 他是一个超越了这个啊 冰痛的一个这样子的人 嗯 嗯 但他们同时都是都是都是人 但是人当中啊 有这样子的这个区别嗯 嗯 那六道轮回也是 比如说佛当年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的时候呢 他也是人啊 他也是人当时的印度人啊 呃 有这个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当中的医院啊 释迦牟尼佛也是人 但是呢 他跟其他人不一样 他怎么不一样呢 啊 人有生老病死啊 有生老病死 有贪嗔痴这个烦恼啊 佛他已经超越了这个啊 生老病死啊 然后呢 他超越了啊 这个贪嗔痴这个烦恼啊 他是没有烦恼的啊 他实际上是没有这个生老病死的 他的这个生老病死呢 实际上是啊 是为了为了这些啊 为了这些这些普通的人啊 相信他啊 然后呢 他就是就也跟跟别人一起一样的 是一样的身份啊 一样的身份来啊 说啊 现身说法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陀也生病啊 佛陀也这个员基啊 啊 这样子以后呢 很多人就觉得哦 原来佛也是人啊 那么人都可以达到佛的这种境界的话 那我也是人啊 我也可以达到这个境界 我要努力啊 就是有这种 那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呢 释迦牟尼佛是以某一个身啊 或者是神仙的身份出现的话啊 那人跟身仙啊 之间本身就是有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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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一个距离啊 这样子以后呢 啊 释迦牟尼佛虽然已超越了生劳宾思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啊 不可思议的这个这个功德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觉得哦 他是身仙啊 他有这样子的他能做到的 我做不到 我是人 他是身仙啊 我们之间就是自然就有很大的距离 所以我做不到 我不学佛啊 他会有这样子 所以佛也也会实现啊 这个生劳宾思 但是实际上佛没有啊 没有这个 没有生劳宾思 他是已经超越了 超越的意思啊 就这个叫做超越啊 我们刚刚讲过 并不是说啊 我们从这个轮回当中解脱的意思呢 并不是说我们从这个啊 低球 从这个啊 这个银河系 从太阳系 从太阳系 就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啊 这个不叫啊 这个不叫超越 这个不叫处时间 处时间 处时间是人在这个时间 但是呢 他的内心啊 超越了这个谭嗔痴 没有痛苦 没有这个啊 没有自私啊 没有烦恼啊 这叫做处时间啊 处时间就是这样子 时间和处时间啊 大概就这样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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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